就在锦州市贵州街这家的呀 掩盘着一家抓馕饭馆 探探看到底咋回事儿 探探 嗯 这就是大家一是一小的抓馕厨师 正在现场啊炒菜 这样有菜给你炒的 看着就死于看着就有口感啊 抓馕厨师眼睛有症 有症 抓馕厨师的哪小餐降于咋 这小鱼咋给你降的 看着就有食于看着就有口感啊 老板呢咱家干多年了 七八年了 七八年了咱家那十五年了 十五年的老管着了兄弟们呢 我的造型怎么样 我的表演怎么样 我的造型与表演呢都能伸移了 没错我精神不正常 这就是秃头大哥 是灰影啊 抓馕厨厨师的拿手菜 小白菜穿完的 小白菜穿完的这道菜啊 是又下酒又下饭啊 说话说得好才爱喝汤来啊 哥哥呀就爱喝汤啊兄弟们呐 大嘴脏的都喝出海儿来了 太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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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抓馕厨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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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厨 是春梁的小三啊 哥哥呀 大嘴脏的 都喝出口来了 太好了 他家的小猪雪啊 叫抓囊厨师给你蒸的 稀嫩呢 兄弟们啊 油弯弯的 真香啊 蒸猪雪这道菜啊 东北人民都得意啊 是又下酒又下饭啊 太好了 好喜欢 哥哥呀 皱美了 小猪雪这道菜啊 太亲民了 危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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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点树吧兄弟们啊 可千万千万别摔上啊 啊 刚才我转小猪这道菜啊 太符合大众口味了 蘸点鸡蛋酱啊 小味是哪儿哪儿的 一等 他家的小猪 小猪啊 都是农村家庭夫女咒的 农村家庭夫女咒的小猪啊 是不打农业武功害呀 太好了 好喜欢 今天女团了吗 啊 嘿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嘿嘿嘿 好啊